身心障碍的民族买车可以免牌照税 但是条件是不是太过宽松了呢 现在全台湾已经有超过62万辆的生账车了 免税的金额超过了65亿元 而且监察院一查之下发现到 这些免税的车辆当中 排气量3000cc以上的宾式车最多 而且是高达26000多辆 其次是明治汽车 监委成人宏就认为免税太宽松 已经被滥用了 应该赶紧修法 免牌照税的身账车辆逐年增加 到去年6月为止 全国已经高达621715辆 根据调查 那么其中的宾式最多8150辆 林志 Lexus有5319辆 日产牌第三 宝马第四 丰田第五 民众不禁质疑 可能发放的太腐烂了 我觉得这个蛮有点不合理 必须要去监督 对这样子的事情 感官上是不好啦 对啊 你有没有觉得他发的太苦难 如果这样讲 是有一点感觉啦 监察委员表示 这项调查凸显了我国 免税条件太宽松 线细的税制 身上者的车辆是可以免税的 免税金额有时差到十几倍 所以民众变相逃税 很不该 少数就利用身心障碍者的免税的车牌呢 来逃漏税 那么对于政府的良法免疫呢 就承受了相当的影响 根据了解 去年六月纸 全国已经达到62万多辆的身上车辆 免税金额达到了68亿 3000cc以上的高级进口轿车 就有两万六千多台 那么政府因为没有查核的机制 让不少的有钱人从中取巧而逃税 监察委员因此建议修法改善